我要跟大家澄清 呂杰老師沒有吃的比我多多多 首先要恭喜我們的 你讀台灣的YT頻道訂閱過10萬人了 喔~~ 其實呂杰老師他這種眼中大山大海 蕩江大海的人 他們覺得10萬沒什麼 我們可是覺得很厲害的 不過呢 當然相信大家已經有看過這個我們的快問快答是兩個人一起的 當時呢因為老師是憨疼嘛 是這個貴坑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個時間留給他 那現在呢 欸有一個我個人的快問快答版本 咬到快問快答版本喔 那順便呢我們同時之間呢 要來簽這個簽名照 送給旅途台灣的粉絲 謝謝你們的支持 來 好 首先第一題 第一女神 請問你是如何保持苗條身材的 欸我真的要跟大家講啦 就是那一天我們拍的時候很熱 我真的是沒有心情跟大家講 因為就是快要曬傷 結果後來真的是中暑 其實呢我接了旅途台灣之後呢 胖了至少有5公斤 所以 我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跟大家來分享如何保持身材 就是不要見外景 因為見外景的話就真的很熱很累 就你會很餓很想吃東西 像一開始呢我還可以就是靠著自制力 說什麼喝豆漿什麼 但是你在喝豆漿的時候 大家在旁邊吃得很開心 我跟你講真的是崩潰 所以呢我現在呢就是透過沒有外景的時刻呢 來自制 減肥 少吃一點 大概就只有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 OK 第二題 剛剛很近距離的看到鱗魚竹鍋 所以想問你 你的皮膚那麼好是怎麼保養的 你的皮膚也很好欸 好不過呢其實 我的皮膚是第一點真的是要感謝林媽 我媽的那個皮膚本來就很好 所以呢遺傳上有一點點透吃不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每天濃妝啊 就女生一定是女生想問對不對 我們化濃妝 其實真的是每天的清潔很重要 那所以你每天我每天都會卸妝 那可是我在除了卸妝之外啊 我不會在其他的時間用那個洗面乳 因為呢就是我會覺得好像把臉上的那個油脂再多洗掉了 然後呢我非常的喜歡用面膜 然後呢我也很喜歡用那個就是比較沒有 比較天然一點的那種 嗯那種原料 然後呢我妹兩個禮拜 最多兩個禮拜我一定會去做一次臉 然後把臉上的那個毛孔徹底的清掉 那但是曬黑這個就沒有辦法了啦 因為外景真的是很容易曬黑 我已經放棄眉白了 因為就接外景到現在一年 一年我的色階已經按了三個色階了 就是粉底 就是粉底他們說你怎麼又黑了 尤其我這塊有點破桃有沒有 所以呢我這一塊啊都會特別的黑 然後那個我們的化妝師都要給他這一塊特別的白 真的好辛苦喔 OK那在第三題是呢 因為主播你平常聲音是非常的甜美 然後又很專業 所以想問你 是又播報又主持 那你如何保養自己的嗓音 嗓音 啊這個真的是很內行欸 不知道這個粉絲有什麼嗓音的需求 因為呢其實我 聲音不算甜美啦 但是我就是 真的是有好好的去練習過 講話 因為我以前大概在 之前九合一的時候 我突然就是失聲喔 沒有聲音一個月 我那時候聲帶潰瘍 那我其實也是不太知道 怎麼去用身體的力量去發音 那就是正常 想說正常的講話 可是其實那樣對聲帶是非常的 非常的傷的 那尤其我們如果這樣子擺爛的話 然後這樣子放鬆 然後講話的話 其實對於你的聲帶唯一用力的地方 那就會很 他的負擔就會很大 所以後來呢 我就是好不容易解決了我的聲帶潰瘍之後 我就去看了這個聲樂老師 然後花了很多錢來學發音 那現在呢 我就是在播報的時候 我要認真講話的時候 我都是站著 因為這樣子比較好找到 我的用力的地方 單甜 那這樣子你的嗓音 就比較不會受傷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靠著聲音來吃飯的話 真的是還是要找專業的人士 去學習如何發音 然後平常啊 也盡量不吃辣 不喝那種太刺激的冰啊 熱啊 就太極端的都不好 就是要生活要稍微有點沾不沾啦 不然的話 沒有辦法賺錢啦 保養一下身材的工具 真的很辛苦 那再來下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不當主播的話 你會想要做什麼 如果我不當主播的話 我覺得我搞不好會成為做公益的人 就專門做公益的人 因為 畢竟我現在已經有一些 就是傳播 我在傳播業做了一段時間嘛 不是傳播 就是在傳播業做了一段時間 所以大概知道要怎麼樣去行銷啊 去曝光啊 那我有興趣的東西是 不管是台灣的農產品 台灣的美食 台灣的文化 或者是一些比較弱勢啊 老人啊 小孩啊 需要做到幫助的人 如果能夠透過我的 我的嘴 然後我的說故事 然後讓他們被大家知道 然後讓更多人出來幫助 我覺得這是我的下一個志業 所以如果我不當主播的話 我猜我應該也會朝著這個方向 那可能還是多少會有一點傳播的性質 大家應該還是可以在目前看到我 不過形式可能就還在想 就不一樣了 也有可能去主持啊 對不對 OK 再來下一個問題 比較私密一點 就是因為你平常說 錢包手機 鑰匙以外 出門必備的一個東西 錢包手機跟鑰匙 我還有必備一個東西 就是我有一個這個 大家如果看過我們的盧花絮 就會知道我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信女 那我的堂裡呢 又給了我一個虎爺的護法 那它其實肉體是一個戒指啊 就是一個虎頭造型的戒指 可是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心靈上的寄託 因為其實我到現在都還是很容易緊張 我非常容易緊張 而且其實我對自己要求很高 所以常常會陷入一個焦慮的狀況 那當我覺得很焦慮的時候 它就是我的那種護身符定心丸 所以那是我的小祕密 我到現在播報都還會帶著它 好 那再來下一個問題是 你與很多粉絲都想要追求你 那請問你的擇偶條件 講三個 很多粉絲都想要追求我 可是我覺得齁 其實說真的 你們想要追求一個螢幕上的人物 那可能比較多是你們自己的想像 有沒有 就是也許我跟你們認識的不一樣啊 那我的最後條件其實就是 他要真的是很支持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不會因為自己想要幹嘛 然後就阻礙了我對於自己的追求啊 工作的追求啊 這種的 因為我對於工作上我有很多的 我真的算是一個工作狂 所以他可能也要忍耐寂寞 欸忍耐寂寞的同時是不去亂搞 欸這個很難對不對 很多人都在那邊 喔好沒關係啊 但是他自己跑出去玩這樣不行 所以我覺得要有 我的擇偶條件是 我的對象一定要讓我很安心 那他會有很多的方式嘛 因為我不會去查情 可是會有很多的方式 讓我覺得很安心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支持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放心的讓我去飛 那還有就是我覺得 他要能夠跟我們家人相處 因為我總覺得就是談戀愛到最後 你要嘛分手要嘛結婚嘛 只有這兩種可能 才會修成正果嘛 那如果要修成正果的話 其實是兩個家人的 兩個家庭裡面的事情 不可以說就是你很愛他 或是你們兩個好像相處得很開心 可是你家人不喜歡他啊 因為你家人其實是跟你最親近的人 如果他們不喜歡一定有原因的 好不好 一定要相信你爸媽的眼光 相信你們家人的眼光 所以呢 前提大概就這三個前提咯 一定要我家人喜歡這樣子 OK 再來的話 是玲玉你平常有沒有害怕的東西 嗯 平常我害怕的東西 其實 我想一想 這個地方可能會做縮息對不對 因為會有一點久 我害怕的東西 喔 我最近去播 因為我其實害怕的東西不多 但是我最近剛好去上了一個 台灣台的外景節目 叫賈霸如 那我剛好就碰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蠻恐怖的 雞頭 就是活雞 就是死掉的雞 就還沒有烹調過的雞 就完整的一隻拳雞 然後他的雞頭 就是那邊垂在那裡 我覺得看了 我覺得很害怕 雞頭我覺得蠻害怕的 還有紅蔥頭 我不喜歡有紅蔥頭的料理 嗯 好像其他就也還 其他一時也想不到欸 OK 好 再來下一個 剛剛已經講紅蔥頭了 所以這個算是挑食的部分 我超級不挑食 我超級好養 而且呢 我要跟大家澄清 呂杰老師沒有吃的比我多多多 蛤 真的 我不知道他是為什麼維持他的身材 呵呵呵呵 可能喝酒吧 但是我呢 就是吃的比他還多 所以我也不知道 嗯 對 我超級不挑食的 那有沒有特別愛吃的東西 其實我非常喜歡吃辣 而且我很喜歡吃那種小吃 台南小吃 因為我們算半個台南子弟 我很喜歡吃小吃 沒有任何挑食 然後特別愛吃的 嗯 可能是 真的都很喜歡吃欸 不管泰式日式台式 通通都很愛吃 印度也很好吃 只吃到 講到吃的就都很喜歡 唯一可能害怕的就是 熱量 你吃的東西都是熱量 要如何對決自己的口腹之餘 唉 我還在努力 OK 再來下一個問題是 有沒有可能跟 呂捷老師一起辦 對於讀台灣的粉絲見面會 欸 我跟你說我很OK耶 只要就是製作單位有需求的話 我都會配合 我也很想要見見 到底我們呂捷的粉絲 就是是哪裡人這樣子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 拜託 因為我現在已經遇到很多 就是我們去出外景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是看著女生 喔 呂捷老師 我都不看你的節目 然後看到我可能你知道 要嘛就是不打招呼 要嘛就是好像我是空氣 我覺得很傷心 我有這麼不服 因為這是一個配襯的花瓶 好不好 你稍微就是表達一下 對我的喜歡 那有些人 然後我就直接問了 我說欸欸欸欸 我在這 Hello 然後呢就有人說 沒有啦 你比較那個 濃妝艷抹漂亮啦 不好意思跟你那個打招呼 那不會嚴解 好不好 一定要來跟我打招呼 展現一下我的人氣也是很高的 讓呂捷老師羨慕一下 好不好 拜託大家了 OK 最後呢就是來對 菱粉喊話一下啦 對菱粉的喊話 就是呢 請大家都要隨時的注意 我們的旅讀台灣的 不管是YT的頻道啊 不管是我們臉書的頻道啊 然後呢 也要加入我的粉絲團 因為呢 都會有最新的訊息 像是很多人之前 就在那邊哀嚎片也說 怎麼突然節目沒有播 對不對 其實我們的小編 會有預告嗎 會嗎 還是小編也是 跟大家同時告知對不對 喔天啊沒播這樣子 也是是不是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因為其實呢 大家要知道 新聞行業是非常臨時有變動性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疫情就是我們覺得 喔天啊那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突然有個什麼大爆炸啊 或者是什麼東西的 那有時候就會有這樣子的調配 那請大家就多多見諒 不過呢要鎖定我們的最新動態跟消息 你們如果沒有加入的話 真的就是沒有用啦 那你也可以就是 如果你想要看到我們有什麼樣的花絮啊 想要看到我做什麼事情啊 想看到老師做什麼事情啊 想看到我們有什麼互動啊 想要講什麼樣的東西 你都一定要利用我們的官方頻道 來做回應 然後來做反應 那如果我們收不到訊息啊 你跟我跟呂姐講 可能就我們兩三個月後 我們才會發現 那就錯過時效性了 啊我們旅讀台灣的小編呢 是每一天都在線上 24小時的來收信 雖然不是24小時回 人家也要睡覺 可是呢他們一定會回應你們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意見啊 想說或是說 淋雨都沒有表現 我想看淋雨很表現 就是希望有一集都沒有呂姐老師 這種心情的話也可以來把它寫出來啊 對不對 啊有五百五波比 大家就會聽到了對不對 那最後來個小愛心 最後來給大家大愛心啦 謝謝大家給我們旅讀台灣的支持 而且十萬訂閱真的也是一個里程碑 希望我們很快能夠後面再加一個零 有沒有跟現在疫情中心一樣 再加一個零趕快突破百萬訂閱 那如果你只是旅讀台灣的粉絲 拜託啦 呂姐老師不缺粉絲 我缺粉絲 你可以來我這邊再多給我一個讚啊 好不好 也來給我們三綠新聞按個讚啦 好